和去年不太一样 这次是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 在晚上偷偷送礼物给孩子们 不过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活动 当然了 这次可不是在摄影棚 而是真的去小朋友的家里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如果小朋友真的看到了圣诞老人 还能被叫出自己的名字 说出自己的心声 那一定很棒吧 我不知道 真正的圣诞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但我觉得去年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做得不够好 今年我一定要更完美地扮演好圣诞老人 今年平安夜就不能跟薯片小姐一起过了 但我 因为我认识老人的心声 我认识老人的心声 如果是一位小姐 我认识老人应该是第一次了 我认识老人的心声 那不是一位小姐吗 我认识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认识老人应该是小姐 我认识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认识老人应该是你 诶,是谁在叫我啊? 诶,你好呀,小如 因为你写过信给我 即将成为小学生的小如同学 他希望圣诞那天吧 平安夜快乐 书评小姐 呃,还有很多小朋友 在等着我去送礼物给他们呢 其实 圣诞老人是由你们的相信才存在的 有很多像小如这样的小朋友 他们一直都很懂事 很努力很努力地让自己做一个好孩子 他们相信会有一个圣诞老人 看到自己表现好的样子 并为此而不断努力着 正因为你们的相信才让我存在 我看到了你们每一个努力的片段 看到了你们的愿望 想要奖励所有像你们这样的好孩子 所以我在今天满足你们的愿望 送上礼物给你们 啊,其实啊 圣诞老人有个小秘密 但小如记得不要告诉别人哦 全球的好孩子 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圣诞老人的上班时间 只有平安夜一个晚上 他就算跑断了腿 也没办法问候完每一个好孩子 于是只能今年去见一些 明年见一些 每年去见一些不同的好孩子们 所以对小朋友来说 圣诞老人也许不会每年都出现 但只要你相信 他会一直存在 一直关注着你 想着总有一天 把礼物送到你手中 只要你很努力地 做自己想做的事 快乐地度过每一天的同时 也愿意将快乐送给别人 或许会有些迟 但它一定会出现 所以 等收到礼物的这一刻 就尽情地收下它吧 因为你一直都很努力地 做一个好孩子 你值得这样的礼物 也值得这份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小如的礼物时间咯 我们下期再见 已经收到了 这是我吃过最甜的糖果 以后再见啦 小如 小如 小夕 圣诞快乐 没事 小夕小姐 你怎么还没睡 嗯 书片小姐 已经很晚了对吧 如果我说 圣诞老人其实还没下班 有一份礼物还没送到 只是 它有点特别 你愿意 我什么都还没说呢 说大话 那你现在就来我身边吧 您的手好冷 您到底出来多久了 我可是圣诞老人 能听出你有没有骗我 疼 疼 但圣诞老人还没有下班 她的第一份礼物还没送出去 来 我最后一会儿 真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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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想聪明的鼠片小姐 也一定带来那张演唱会的入场门票吧 检票完毕 欢迎唯一的观众进场 这场演出送给唯一的鼠片小姐 圣诞快乐 水瓶小姐 你都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那我们还真有默契 好 我收到礼物了 数片小姐不要皱眉了 这可是 水瓶小姐 有小朋友写信给我 他说 圣诞老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 最帅气的人 我也要成为像圣诞老人这样的人 哼 哇 是新出的搜集卡片 哼 嗯 好可爱的小熊玩偶 嗯 担心圣诞老人的头发太白 所以送来的黑色蜡笔 这些都是你告诉我的 有些话 不用说 就像我去年和你说过的 小时候 我完全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 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也没有给过我任何礼物 其实 不是这样的 对那时的我来说 圣诞老人 不能存在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证明 我不是一个坏孩子 不是一个 不被喜欢的孩子 后来我发现 圣诞老人是存在的 甚至 停留在我的身边 她是我的愿望本身 又不断地送给我礼物 但当我收到她的礼物时 在快乐之余 却很害怕 担心自己不值得 这份 学位小姐 喜欢自己是一件好难的事情 我总认为自己不够好 总是想做得更好一点 再好一点 在薯片小姐的面前 我总是能看到很多 原来不曾注意到的自己 薯片小姐心中的周其乐 原来是这个样子 周其乐还会做这个和那个 好像真的能做一些 看起来很了不起的事 原来 周其乐似乎 比他想象中更棒一些 因为你 我好像可以一点一点地 更喜欢我自己 因为 我是你的选择 周其乐 周其乐还会成为 比最好 还要好的周其乐 所以 我的圣诞老人 会一直看着我 在每一年的每一天 为我送上礼物 对吗 对吗 没关系 我的圣诞老人 只属于我 你在这里 每一天 都会是我收到礼物的一天 都会是我收到礼物的一天 必须就会收到 他为我用一个人的来担心